大家好,中美阿拉斯加会谈已经结束了 最近呢,咱们杨洁篪也成了网红 特别他那个美女翻译现在也火了 另外他说中国不吃这一套,印成了T恤,在网上也卖 都很火啊,这好像显着中国这个代表团访问代表团 鸿门宴凯旋而归,凯旋而归,很强硬 但有些人呢,也看出来了,表演,表演 国内是个宣传的嘛,就是有时候国内就喜欢这么带个风向 其实国内都是,哎呀,你懂的啊,带个风向,显示这样的 老百姓看一看,真正关起门以后,杨洁篪也好,女翻译也好 就是该看自己真正专业上的事了,外交官该干的事了 那个咱们是看不到的 但为什么在媒体面前,在公众面前,还在全世界面前显示这么强硬呢 关上门以后,就该正常正常了 为什么要显示呢,现在呀,有很多分析 我呢,先读一读别人的分析,然后也说说我自己的看法 那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在阿勒斯加安克雷奇举行 官家人士认为呢,中美两国高级官员上周在阿勒斯加举行的会晤 好战其余,意在向各自的国内听众和邻国传达一个信息 尽管人们的期望值很低,但长达一个小时且公开 针锋相对的开场白,还是让一些观众感到震惊 那美国复旦啊,就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主任吴欣博 他表示啊,这让我很惊讶,这在外交场合真的很少见 他说中国外交政策负责人杨洁篪的严厉言论,尤其引人注目 杨洁篪呢,是一名相对传统的外交官 在这些场合啊,非常讲究适当的礼仪 在3月18号的第一轮谈判中啊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提出了新疆、香港和台湾问题 他还指责中国对美国进行网络攻击 并对美国的盟友使用经济胁迫 杨洁篪对此进行了回击 指责美国违反了外交协议 并警告称,美国没有资格说 他想从一个实际的地位与中国对话 在一份比较长得多的开场白中啊 杨洁篪指责美国的谈判中采取居高临下态度 并补充称,鉴于非洲裔美国人在美国遭到杀害 美国官员无权就人权问题对中国进行说教 那菲律宾工业工业大学的地缘政治学系教授啊 也表示两国都是在迎合本国观众就在表演 他说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已经跌至历史第一点 而所谓的战狼在中国的外交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他说我们看到的是双边紧张关系越来越具有结构性 观察人士表示呢 中美双方都不希望被对方认为对对方过于宽容 安克雷奇的会谈开始的第一天 美国对此前实施限制的24名中国官员增加金融制裁 那么香港的南华早报也报道啊 这是美国企图报复中方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 与此同时呢 布林肯和美国官部长奥斯丁访问了日本韩国 重申美国对盟国的承诺 在访问日本期间呢 布林肯警告中国不要使用胁迫和侵略 并指责北京威胁地区稳定 还有消息说美国和日本将举行覆盖东海的联合演习 新加坡拉贾拉特南国际研究院 他的研究员啊 表示美国的行动主要针对是外部受众 尤其是盟友和伙伴 明确提到价值观和朋友 是对拜登政府可能通过优先与北京接触 而回归奥巴马时代政策的一种认可 因此呢 会议期间明确提到华盛顿支持价值观和朋友是有意为之 当然不要低估国内观众也可能很重要 建议两党在中国挑战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我倾向于将外部观众视为关键动机 而不是国内观众 他认为更多是给欧洲 给美国这些盟友啊 日本韩国 东南亚的盟友 全世界的盟友看了 你看我美国回来了吧 我对中国非常强硬 我关心盟友 关心我们的价值观 给美国国内观众呢 是其次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吴辛博表示啊 中方对美国的会谈前采取的行动感到失望 中国不能接受美国师徒在开幕式讲话中向中国施压 迫使其做出让步 有一句中国谚语说 丑话要关起门来说 但美方不愿意尊重中方 对话缺乏诚意 杨洁篪的讲话反映出 美国并不害怕拜登的强硬立场 我们的外交官正在前线战斗 驻北京的政治分析人士叫吴强表示 这种好斗的方式表明啊 双方都意识到他们的分歧无法弥合 他说 他们只会坚持自己对对方最初判断 准备长期斗争 公开争吵无助于恢复全球对两个超级大国 能够使关系回到正轨的信心 中美之间任何形式的贸易战或地缘政治冲突 都将不可避免的对地区贸易和繁荣产生负面影响 据中国央视的新闻 中美高层战略对话 安克雷奇举行对话结束后 杨洁篪与王毅接受了采访 杨洁篪说道 我们希望双方在各个领域加强沟通交流和对话 双方应按照不冲突不对抗 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处理中美关系 使中美关系沿着健康稳定轨道向前发展 王毅表示 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态度是明确的一贯的 希望美方也能相向而行 特别是要尊重和照顾彼此和其利益和重大关切 在此基础上 中方对美继续对话 大门始终敞开 布林肯会后也表示 两国政府在香港网络攻击等问题上 从根本上存在分歧 但在伊朗 朝鲜 阿富汗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 利益存在交叉 紧敢会谈 正如外界普遍预期那样 没有取得任何突破 但布林肯说 美方达到了举行这次会议的两个目的 布林肯说 第一 我们希望告诉他们 我们对中国所采与的 和表现出的一系列行为严重关切 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也同样的关切 我们做到了这一点 我们还希望明确 阐明我们自己的政策 优先事项和世界观 我们也做到这一点 那你可以看到 这双方的这个强硬的表态 包括各个地缘政治分析家 也在分析 很多说美国是给 给盟友看的 这一点我是同意的 那么中国呢 中国为什么突然也表现这么强硬 记住啊 美国表现 中美这个谈判对话呀 美国表现出强硬 不是第一次 你看看去年夏威夷 去年夏威夷 杨洁篪也去了 会见的是谁呢 是蓬佩奥 蓬佩奥表现出强硬没有 蓬佩奥 川普政府啊 比拜登政府还要强硬 但你看中国在国内 大肆报道没有 中国在国内 把杨洁篪捧成什么民族英雄 是不是 那个女翻译 当时应该也去了 那个女翻译 当时为什么没有把她 是不是 做成什么图片 动图啊 说她像赵薇啊 T恤印成了什么 中国不吃这一套啊 你说这个有没有意思啊 同样都是中美对话 同样都是美国对中国强硬 怎么中国突然就变了呢 怎么突然就变了呢 因为老大说了一句话呀 谁呀 习近平说了一句话呀 中国平视世界了 中国可以平视世界 听懂这句话没有 平视世界了 这老大说的吧 那现在中国的外交就要贯彻 老大这句话 平视世界这句话 外交上就要体现 怎么平视世界啊 不会像以前那样的 卑躬屈膝的 外交礼仪奖 是 但是呢 被美国压制着 全世界认为中国很听话 中国不愿意跟美国搞对抗 中国可以忍 变了吧 结果你知道 习近平一句话 马上下边包括从外交 包括对外的政策 包括所有一切 都会改变的 这就是一级一级的传达 一级一级的改变 一级的落实 那这话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啊 我啊 我这个频道 我这个人 这个做的一个节目 最有意思 就让所有人都能听懂 所有人都能听 海外华人有些人 是不是 他听不懂地缘政治 也听不懂这个里边的政治 相关的一些东西 但是我用最简单的话告诉你 给你举个例子 一男一女谈恋爱 这个男的什么时候卑躬屈膝 什么时候委屈求全 什么时候 哎呀 你骂我 我也不吱声 你骂我 我也给你笑脸相迎 谈恋爱吗 俩人 俩人谈恋爱的吗 准备奔 奔向结婚 奔向婚姻殿堂 奔向什么 奔向什么床也行 是不是 反正无所谓 这男的愿意 卑躬屈膝 你怎么骂我 这女的怎么闹 怎么 对我这个遗旨气使 我也忍了 反正最后你得是吧 你得嫁给我 那反正我就等那一天 我得欺负你 哎 这是男的 和这个女的 这个关系 你看像不像之前 像不像之前 特像不像杨洁篪之前 和蓬佩奥那个会面 那我中国对美国 你看之前的 美国对中国遗旨气使 使出这种非常强硬的态度 以前就有 以前有 但中国从来没变过这态度 一直是很低调 杨洁篪在这陪着笑脸 然后就像关起门来跟他说着 哎 我说我的 你态度强硬强硬吧 但是我该说我的 说我的 这一次不一样了 这次女方一硬起来了 啊 不是 杨洁篪也硬起来了 啊 哈哈哈哈 是不是 中国不吃你这一套 也硬上了 哎 突然一下大家觉得这个氛围不对了 哎 怎么突然你硬了 是吧 杨洁篪硬了 突然 哈哈哈哈 怎么回事啊 女翻译也亮相了 怎么回事啊 大家觉得 怎么都成网红了 怎么就不吃这一套了呢 原来吃一套这不挺 是吧 挺多的嘛 很简单 吹了嘛 吹了嘛 恋爱关系结束了嘛 中美进入新个常态吗 冷战 我不理你了 是啊 你想让我 想让我娶你 我也不娶你了 咱俩冷战 明白了吧 这就明白了 中美关系现在进入一个新的常态 中共中央政治局 习近平包括政治局委员 一致认为 中美进入一个新的 画这什么 画引号 冷战状态 中央已经预判了 长期中美进行一种冷战状态 你怎么讨好美国 怎么向美国表现自己的诚心 怎么样的表现自己 美国也不会理你了 美国也要什么 打压你 制裁你 掐死你 那这个常态就是说的 咱们要平视了 我中国也没有实力 需要打压你 是吧 俯视你美国 把你美国掐死 但是至少我该什么 站起来了 不像以前 单膝跪地 向你求婚 嫁给我吧 嫁给我吧 不求了 咱们站起来了 站起以后 平视 平视美国 听懂没有 开始平视美国了 那平时美国第一点双方谈的时候就不像以前那样了 你怎么骂我 怎么侮辱我 我连个话也不回了 现在我可以是吗 不吃你这一套了 不吃你这一套了 杨洁篪硬了 硬了 硬了 你翻也出来了 有没有意思 你看到这以后 你看这个政治 你有时候看这个政治 你可以看得很有趣 杨洁篪也硬了 杨洁篪硬起来以后 你会觉得很奇怪 很奇怪 但是这就是现实 老大说了 平视对方了 平视这个世界了 你外交部还软下去 软塌塌的 你想不想干了 杨洁篪也就硬了 要硬就得硬 你不硬都不行 不硬你 你怎么传他上级指令 外交也得硬起来 咱们不再给单膝归地 求着人家 要嫁给我了 不是那样的 上面大脑已经认清楚了 中美关系常态就是什么 对抗了 你记住这一点 今天我这个视频就告诉 所有看我节目的观众 你们都是聪明人 因为你看我节目 我把很多事跟你说透了 就是从习近平 到中共中央政治局所有委员 一致认为 中美关系 长期就是这种冷 非常冷的状态 不会缓和 所以要平时 平时呢 就是对外 要有一种态度 我不再被公屈膝了 你美国不能把我怎么样了 如果要对抗 我奉陪到底了 这才是真正态度 知道你这个姑娘 你也不爱我 就是在玩弄我吗 甚至就拿我这边消遣吗 那理你干嘛呢 咱平时吧 不吃你这套了 听懂了吧 就这个态度 但是关上门该讲合作 人家杨洁篪是职业外交官 关上门 是吧 布林肯也是 那双方就该正常谈自己 正常的 但对外 记住 对外 中美的关系 这个热度降下来了 给外面感觉 两边 掰了 掰了 俩情侣掰了 不可能结婚了 那咱们就对抗吧 或者是平视 听懂了吧 所以有时候吧 你从这个中国外交的反应 你往上倒推 习近平或者中共中央政治局 他对国际形势的判断 你就知道了中美关系 未来的走向了 中国未来对美国的态度 也是这样的 哪句话 不吃你这套了